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19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 從經濟的角度討論 俄羅斯 還有美國 還有中國大陸 這一節令人懷疑 也不用懷疑 普京 被人背叛 這個叫做 經濟先行 現在好像每一件事都說好了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呢 再觀察下去就知道 最低限度 現在 狀態 預測是這樣的 習近平和 拜登通電話 示好 裡面說了很多說話 不能夠兵戎相見 什麼意思呢 這個習近平 不支持 俄羅斯 出兵 所以 現在這個情況 從經濟角度來說 股市反彈 不過大家要注意 現在 這樣反彈 可能就是好消息 如果 確認 繼續 中方不會跟 全世界開拖的話 那麼 當然市場可能會繼續回穩 尤其是 中美股市 但是如果不是的 現在只是暫時的斷股的好消息 那麼 很容易一個反彈之後 再次 可能會再拆過也不一定 好了 我們始終就不是 說財經的節目 也不是說很短線的節目 我們也是從大方向去分析整體環境 當然如果你說中國大陸現在 決定了 放棄 俄爹 放棄普京 不再陪他玩了 這個 一定短期內 一定是會對中國的經濟 會有好轉的 現在 拖累著很多不明朗因素 我們經常跟大家 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外資 你有工程合約 在中國大陸 那你會怎樣呢 如果你現在 不知道西方世界 如果你是外資 你不知道 西方世界會不會因為中國大陸 和俄羅斯 進一步緊密關係 會不會有更加多的制裁令 你一定是 是把投資先保持 如果你可以 保持的話 投資了下去就沒得好說 所以很簡單 這個就是Smart Money的道理 如果你可以先保持的話 一定就不投資 意味著你有東西也不會買 除非 除非 就是這件事 可以被 清楚了這件事 有得投機 所以這個時候 有機會 在股票市場上面 就是會反映 但是因為股票市場 來得快 去得快 股票是可以賣給人的東西 所以 股票 其實真的不可以當是長遠投資 既然能夠 今天買完 說很多好說話 明天就放貨的 除了你買大戶之外 你很大手入某一間公司之外 基本上你是 隨便可以放的 這也不會算是長期投資 我又又不是說你 割下 你可能是買股票 拿了很久 但是 對於整個股票市場來說 整體來說還是一個 投機的地方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用社交媒體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以下三種方式 支持本台繼續廣播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訂閱我們的 付費會員頻道 參與我們的直播節目 我們今天晚上會有直播節目 大家就繼續記得出席 希望大家可以的話就交月費 交不了月費也不要緊 繼續來支持一下 繼續來跟我們討論 我們也預備了很多話題會跟大家討論 有些事情我們真的也要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不只是香港議會 除了議會也有很多問題可以討論的 好 大家記得出席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件事 重要所以說三次 都還是免費模式 所以請大家記得記得記得 一定要一定要 要打開 沒有黃標的節目 欣賞播放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無限烤大法 打開風景 影片 欣賞風景 播放 無限欣賞風景大法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說三次 好 請大家繼續幫忙 好啦 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2月24日宣布 對烏克蘭 執行 特殊軍事任務 軍事行動是隨便的 名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已經過了整個月了 現在已經到了19日 還有幾天 一個月了 戰火蔓延 搞了一大輪了 影響了全世界了 經常聽到那些論調 說普京怎麼厲害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習近平和拜登更厲害呢 不費一兵一擲 就堆壞俄羅斯了 自己做大哥 拜登更厲害 拿整個歐洲當擋箭牌 美國的利益 又再 大幅增加了 如果按照這些說法 最英明神保的就變成了拜登 所以這種說法 也挺有問題 單方面講故事的時候 就很厲害 但是如果你 認真考慮一下 相同的情況 其他國家的領導人 是不是 翻手為雲 覆手為雨 隻手遮天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俄羅斯不是很蠢嗎 犧牲了那麼多人命才 令到歐洲 被他玩弄於鼓腸之間 美國什麼都不做 都可以玩弄對方 如果你說 令到人家自己作戰就叫做玩弄的話 當然其實我們不同意這些說法 但是你 認真想一下 那個邏輯是有問題的 結果 拜登跟習近平通電話 這個其實是意料中事 因為拜登對 俄羅斯 是很嚴厲的經濟制裁 你會看到在整件事上 美國深層政府 是沒有任何得益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他們走去鬧中國 說你談好他 你不要加入俄羅斯的陣營 我不想進一步 損失 不想再進一步制裁你了 這件事是有機會發生的 問題就是一直以來 不肯談那個 叫做習近平 但是現在習近平 似乎 歸了邊 在這個時候 他選擇 就是放棄俄爹 選擇出賣普京 在這個時候 跟拜登示好 那麼 說明了 任何國家 關係 不能夠走向 兵庸雙向 衝突 對抗不符合 任何人的利益 這樣說 你是不是質疑你大哥 你也算乾弟了 當然他的字眼 都會小心一點 除了不贊成之外 就說這個叫做烏克蘭危機 他不會用戰爭和侵略 形容軍事行動 所以 我們 按照習近平的說法 本來我們也不同意 我們現在也不同意 按照他的標準 這個 八年抗戰 日本侵華 我們就應該 叫做 中國危機 當時大日本帝國 的行為 並非戰爭 也並非任何的侵略行動 只是一次 特別的軍事行動 這是按照他們的標準 我們 記得用 對方的矛來攻對方的盾 例如這個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 記得 外交部的官方說法 香港不是最早爆發疫情 香港是最早通報 所以 你們欠我們一個人情 習近平 繼續說這個國家關係不能夠走到兵容雙向這一步 衝突對抗不會符合任何個人的利益 和平安全才是國際社會 最珍惜的財富 說完之後 全世界的演繹 理解 都是他跟拜登 示好 說明他就不會 兵容雙向 但是他現在也在說的是國家之間的關係 如果是國內 例如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 台灣地區是他的內部 這就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問題 所以 看你怎麼解讀 但是總之市場的解讀 就是現在是好消息 好消息來了 習近平跟拜登談判了 爭議有得做 應該不會需要搞到制裁 中國大陸吧 先看著 先聽著 通電話氣氛良好 不是第一次的 之前試過了 上次 一來 就跟拜登說你是我的老朋友 拜登說我當然不是 試過一次的 問題為甚麼 好像反反覆覆 其實最根本的原因 為甚麼那麼難預測 就是因為習近平的人本身 是反反覆覆的 他有些時候 就會好像想妥協 其實他跟林鄭也真的很相似 這兩個人真的是天生一對 天殺孤星 林鄭月娥 一開始覺得自己比較穩的時候 她又來了 答應所有人所有東西 忘記了 她那個情況比梁振英還嚴重很多 梁振英 就出名走數了 答應過那些人的東西 完全沒有了一件事 林鄭月娥也是這樣的人 習近平也是很類似的 所以有時候你說要預測 習近平跟著是不是就跟 跟美爹 不是和娥爹 跟美爹 一起發展經濟 聽著 這個人 是反反覆覆的 可能他覺得 過了這次的危機 為甚麼這次真的是危機呢 因為他大佬想趁機會打結他 要綁住中國大陸 就想戰船 現在他覺得我沒有你那麼蠢 我不跟你了 這個 對習近平來說也可能是一時三刻的 權宜之計 這個人 太過反覆無常了 好了 說了那麼久 其實我等於說了 我對那個後視的看法了 因為到最後 到最終 就看 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為甚麼那麼難看 因為習近平反反覆覆 拜登是比較容易的 拜登基本上就是深層政府的思考模式 他是想做生意的 但是 人權被侵犯得太厲害的時候 他又會受到很大壓力 拜登那邊 相對沒有那麼難看 好了 中美元首通話完之後 就使得市場氣氛覺得良好 覺得 美國和中國不打新冷戰 先聽著吧 不過 總之 美股率先 就是反彈 包括在美國掛牌的中國概念股 表現 也非常之良好 飆升了7.5% 我認為 股票市場始終是一個投機的地方 剛才我們做的是長遠一點的分析 短期的反彈彈彈跌下去 這個只能夠說是市場的反應 如果你是投資的 你真的認真想 你就要認真考慮到底 你覺得 中美的關係是怎樣 我也有些建議 如果你覺得中概股 概念那麼飄忽不穩定 你就索性轉倉吧 美國 永遠其實都立於不敗之地 如果不是也不叫他美帝 他 跌極 到最後 那一陣子始終也會好 太多 太多 桌底牌可以出 太多謀招 其實美國 為什麼 批評美國那麼嚴厲呢 我剛才說的全部是在說經濟上 美國 在經濟上奸也不是第一天的 玩開股票投資開的人都知道 基本上真的是美國是話事的 在金融市場上 這個也解釋到 為什麼從來只顧著看經濟 顧著看股票的人 總是覺得美國是一個很大的霸權 是因為美國 真的是一個金融霸權 是真的 但是 金融霸權 不代表他真的 每一樣東西都是世界霸權 世界霸權 很大程度上 有一半是老屈的 其實 如果美國真是周圍 周圍去干擾別人的政治 香港一早已經被人搞定了 我正在說 我們一早已經可以跟了美國 實際上他只是有興趣 去找經濟利益 金融市場 他對於那個政治的干預 實在是太少了 政治上面的干預 遠遠不及俄羅斯 中國大陸 其實 我們下次再講一下 拜拜 我們這節說到這裡 拜拜